2024年日本天馬 無印良品 宜德利家居 大創都有許多新品好物上市 有些一上市就很吸睛 甚至開賣就讓粉絲全面瘋搶 還有些是連網紅都推薦的人氣好物 一起來看看這些人氣品牌 熱賣銷售新品有哪些吧 本節目感謝新納企業日本天馬贊助播出 看下去之前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先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Daiso 大創2024新品推薦 CP值爆表的大創 週週都會推出新品 有些一上市就被買光常常缺貨 這幾款熱銷新品 下次逛店有看到 絕對不要錯過 馬上買起來喔 首先來介紹這款功能升級的洗面乳起泡盒 這次除了是日本製的外 升級版的起泡盤還可以搭配洗臉造使用 拉桿還多了圓形掛孔方便晾 現在來示範使用方式 首先先加水到滿水線為止 然後再掛入洗臉灶或擠一些洗面乳 20秒就能打出綿密泡沫 寬口設計方便挖出泡沫 網紅也有推薦另一款洗鹽打泡器 不管是粉撲類或海綿都能輕鬆洗乾淨 像這樣先把海綿打濕 再放入洗鹽打泡器 加入粉撲清潔劑反覆按壓之後 再裝入清水清洗一遍 你看不只比用手洗海綿還要省力 用洗鹽打泡器洗完的海綿也乾淨多了 去年在日本一上市就狂缺貨的防滴雙向手機座 可直、橫向、旋轉設置 放入手機後觸控操作也沒問題 內附兩個貼片可簡單安裝貼在牆上 像挖邊就在廚房貼一片 浴室也貼一片 手機座後的掛鉤設計很厲害 有橫向掛鉤跟直向掛鉤 按壓式開關 像這樣壓緊扣上就完成 盒中的兩片海綿讓手機可以貼合鏡面 觸碰起來會更順手 大部分手機都放得下去 但是有裝支架的手機太厚可能無法放入喔 像這樣在廁所洗澡或打掃時 要追劇都很好使用 或是煮飯時視訊電話 看主菜教學影片也很方便 提醒一下這款它只有防潑水 沒有密閉防水的功能 蓋子要蓋好 別掉進水裡喔 而像這種粘貼片 撕掉前最好要用吹風機加熱過 會比較好處理 不留殘焦喔 你一定和挖邊一樣有聽過 或已經有用過粘貼式滾輪 但你知道粘貼式滾輪有出2.0新版本嗎 2.0新款大創粘貼式滾輪 一組一樣有四顆 兩顆粘貼式滾輪加兩顆固定輪 像這個有裝了一袋滾輪的收納盒 抽取時會滑動 真的有點危險 差點掉下來 那如果不裝滾輪 收納盒中物品又很重不好移出 我們來試裝這個2.0新款粘貼式滾輪 輪子裝在後方 固定輪裝前面 混好後拿取時不只能增加移動滑順感 擺放時又能穩定不滑動 這款新品真的蠻好用的 大家可以買回家試看看 挖家開會員制度喔 每個月最少只要一杯飲料的錢 就可以支持我們製作更多優質影片 加入會員以後 你可以享有以下五種挖道寶的專屬福利 只要點擊頻道右上角的加入 進到加入會員的頁面 選擇好你想成為的級別 點選加入後再輸入信用卡資訊就完成了 在影片下方資訊欄也可以找到相關連結 只要簡單步驟 就可以享有五大會員專屬福利 還能成為挖道寶的一員 陪著挖家一起向前衝 趕緊加入會員 支持我們創作更多新的影片吧 Ritori 宜得利2024新品推薦 去年年底 宜得利陸續推出一系列超療癒的冰箱收納神器 還發表一支如何把冰箱的空間 利用到極致的冰箱收納影片 馬上介紹這三款 挖邊推薦審美又實用的冰箱收納好物 善用保鮮盒 冰箱用收納盒 收納架 不只能提升冰箱冷氣流通率 還能降低食物交叉污染機會 首先來介紹冰箱用整理托盤 有窄淺、寬淺、窄深、寬深 四種不同尺寸 可依照冰箱大小安排擺放 透明收納容易辨別及分類 另外還能搭配另一款新品 冰箱用整理架 它也有S淺形、S深形和M淺形、M深形的尺寸 可以和整理托盤一起做收納整理 這兩款的組合搭配 就像是幫冰箱層架做分類抽屜一樣 能讓冰箱內物品一目了然 拿取更方便 現在我們來收納一下 瓶罐、布丁、洋樂多、牛奶等物品吧 像剩菜剩飯類 就可以直接單獨用整理架 M淺形、M深形擺放 而像這種 家庭式優酪乳、鮮乳、優格飲 也可以直接單獨用整理托盤 窄深形擺放 然後像養樂多、豆花、優格 這種短窄的瓶罐 可以用整理架 S淺形、S深形 搭配整理托盤 窄淺、窄深形一起收納 最後像這種 起司片、火腿片、熱狗等 寬扁形的包裝 則可以使用整理架 M淺形 搭配整理托盤 寬淺形一起收納 你看 初步整理後的冰箱 是不是太療癒了 還有 宜得利新推出的冷藏用可麗水保鮮盒 一定也要順手買回家 清洗、麗水、保存 只需要一個保鮮盒 可以這樣直接清洗 又可以密封後直接冰冰箱的保鮮盒 還能保持新鮮 是不是超讚的 它有四種尺寸 SS、S、M、L 都可堆疊擺放省空間 底部附有排水孔 洗完可以直接漏水 它上蓋附有通風孔 可調節通風或密閉 而且隔板可變動 可橫向或直立分類存放 最愛的就是分離式蓋子設計 像這樣 如果你只想吃其中一種水果 只需打開這一邊蓋子 就可以倒出這半邊的水果啦 平日洗完櫻瓜 或是一大把的青菜 就可以一條龍的直接放進去 拿到冰箱冷藏 一次存放兩到三種水果、蔬菜 好方便 冰箱這樣子整理完 真的太舒心啦 日本天馬2024新品推薦 日本天馬是一家 擁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 綜合性塑料製造商 被收納業界稱作是 最經典耐用的收納用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衣物收納系列商品 天馬在去年12月底 則是新推出一桶四蓋的垃圾桶系列 沒想到一推出就造成熱賣 一起來看看吧 這款白色系垃圾桶 主打時尚簡約外觀 抗菌防臭材質 45公升大容量 可滿足一般小家庭人口需求 瘦膏外型 適合放在細縫處不佔空間 60公分高 丟垃圾也不用彎腰 你可以自行幫它加裝輪子 這樣要打掃移動時就方便多了 桶身裡有鋼製的波浪掛耳 可以使用多個垃圾袋輕鬆分類 像這樣可以裝兩個袋子 一邊放一般垃圾 一邊放資源回收類 或你也可以裝三個袋子 分別擺放一般垃圾 資源回收類 電池回收類 一桶抵多桶 節省家裡空間 另外也可以依家裡的情境需求 選擇不同的上蓋 賣最好最受歡迎的是按壓彈蓋式 輕輕一按就能掀蓋90度垂直固定 掀蓋式則是銷售亞軍 主要是它可以固定頂蓋不掉落 全開式展開也好到垃圾 另外兩款則有分類回收式 它頂蓋上有13公分孔洞 方便你直接丟入像2公升的寶特瓶或小霧 和掀蓋式一樣也可以完全展開倒垃圾 而推掀式的頂蓋有加高 可以堆放較多的垃圾量 要丟垃圾就直接丟入即可 因為不需掀蓋 蓋子還有凹槽設計 可以擺放一些清潔用品或裝食物喔 MUJI 無印良品2024新品推薦 無印良品今年也持續推出新商品 結合極簡設計、實用功能、在地素材 耐看又實用的特性 讓無印迷直呼滿了絕不後悔 馬上來看看2024必買熱銷新品有哪些吧 廚房冰箱MIT好物新登場 無印在去年因應顧客需求 希望也能在無印購買到保鮮袋 因而推出這款 巨乙溪雙夾鏈保鮮袋手套 完全是MIT 由台灣企劃開發出來的廚房好幫手 巨乙溪手套不分左右手設計 內裡有壓紋、方便穿脫 適合烹飪、掃除等多種場合使用 保鮮袋的夾鏈條還是紅藍雙色設計 方便對準、密合袋子 袋子外層還有白色區塊 能方便用簽字筆記錄保存日期、備忘筆記 直立保存時更容易辨識 保鮮袋共有S、M、L三種尺寸 除了放冰箱保存 也能裝入水果、麵包、攜帶外出 這兩款絕對是居家必備的外用好物 居家清潔好物來囉 在紀念春天隆重登場的濕拖拖把組 終於看到有質感的懶人拖把了 無印白真的讓拖把變得好看許多 就算放在家裡的各個角落 你也不會覺得很礙眼 拖把拿起來蠻輕巧的 而拖把布是寬粗體 拖起來清潔力十足 替換布還能另外買 髒了方便替換 和好繩托有點不一樣 筒身內有一個向上塗粗體 要洗拖把時直接把拖把布置中往下放 像這樣利用離心力清潔拖把布 不用擔心拖把布洗不乾淨 真的好方便很貼心 洗完拖把就直接放入拖水槽拖水 拖地清潔變得更省力輕鬆 相信每天用它拖地都能開心一些啦 今天介紹四大日系品牌 總共十款熱銷新品開箱 提供給大家在選購時參考 近期你還發現了哪些新品偷偷上市了呢 歡迎留言給我們 一起期待下次的開箱系列吧 親愛的挖粉們下次見囉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 歡迎點擊下方超級感謝 用行動支持我們做更多實用的影片 也能追蹤IG獲得更多靈感喔 最後記得鎖定挖家每週三更新 我們下週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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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見 練習